佛陀纪念馆以光照大千灯火秀为大众祈福 佛陀纪念馆以光照大千烟火秀为此次佛光山灯会主题之一 并将500颗灯笼放置偏乡小学 让学生为家人祈福 今年的光照大千我想是全世界来自亚洲都非常关注的 那我们今年的是300秒的烟花配上聚集 那我们今年的特色呢我们一改往年的灯光的一个内容 那更因为今年韩市长的音乐 所以我们把5000颗灯笼呢放到所有的偏乡跟所有的学校 5000的孩子呢高雄市的孩子以及屏東市的孩子呢来画灯笼 在佛前呢为自己的父母亲老师呢以及自己的全家祈福 我想在今年的灯光里面呢从路口的佛陀纪念馆的山门 一直到城佛大道 一直到巴塔 一直到主灯 300秒的内容将近有10分钟的光照大千 那我想是非常精彩 为了这个部分 因为每一年的春节期间 将近有103个国家呢会陆续的来到高雄 所以我们为了今年特别做了一个手机版的音魂版 那把所有的精彩的节目呢都放在手机里面 在佛陀纪念馆欣赏光照大千烟火后 可以一路提灯行经上经楼到佛光山大雄宝殿 参加上灯法会 祈求一年的平安幸福 全山更摆设了各式精彩的主题花灯 民众在赏游花灯之余 除了享有灯海无尽 新灯相续的幸福法乐 也点亮内心慈悲智慧的新灯 史方新闻 黄慧如欢开街 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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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门